家人们早上好 我是老挝飞姑 孤独的姑 现在是老挝时间五点半 阿妈每天早上过来找我一起做布施 阿妈要去做祈福 我们一边运动一边做祈福 给出家人买一点糯米饭 买五千老币的糯米饭 再买一个鱼 这里好吃的很多 都是一些老挝的特色小吃 炸火腿 这个是肉腿 这是炸鸡腿 这个是腊肉 看一下阿麦想吃什么 好吃吗 好吃吧阿麦 好吃吗 我看一下 这是老挝的特色小吃 炸那油条之类的 每天早上运动一下 精神一天工作起来很舒服 这是阿麦姐姐的另外两个家 这里 现在已经出租出去了 还有前面这个家也是 吃舍的东西已经准备好了 有牛奶 糯米饭 水面包 他们都非常浅诚的 这是布施 小型的布施 每天早上 从五点半就开始了 我们每天都是这样生活的 大家们早上好 大家们早上好 大家们布施 布施完了之后 和尚们 他们布施的时候 都是光光着脚呢 布施完了之后 他们为安排送经 糯米饭的面包 就这样 还没有送经走了 衣服 他们的衣服 好吃的很多 你们可以摆了 好了 就是这样的 阿麥告诉我买了很多饭 多给人家一点 又体服呢 现在布施完了 我们一起走 护送他们到寺院里 这一天的饭食都有了 他们要了之后 拿到寺庙里 由主持来统一分配 自己不可以私自吃的 阿麦很礼貌 他们和尚走的时候 阿麦要站在路的一边 我们送和尚到寺庙了 这是老窝的寺庙 咱们看一下这个塔 寺庙里边塔 谁知道是做什么的 还有这里全部都有 谁知道做什么的 回复一下 看着阿麦把这个糯米饭 都扔掉了 不知道是为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 他要敬树神 路神 小狗爱吃路神的 回到家里了 阿麦在做运动 每天要练习压铃 不然的话浑身不舒服 每天高强度运动 已经形成习惯了 早上起床运动 出很多汗 很舒服 男人深蹲 是健身最好的方法 每天就是这样运动的 回头想一下吧 人生短短几十载 只有身体是自己的 其他东西都是这样的 生无带来死无带去 阿麦在身材好 是有原因的 因为每天要跑步 城市太极拳 世界宣传巡回老卧站 现在开始了 每天坚持运动 因为怕自己生病 现在由我来给阿麦 演练一下 城市太极拳 阿麦一直想要学习 但是我一直没有时间教他 每次我练习的时候 让阿麦看一下 慢慢的 他熟悉了之后 我再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教 一套太极下来 总共56式 总共需要半年才可以学会 我练的是传统的竞赛套路 这套城市太极拳 是我走南藏北 走了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每天早上都要按本地的时间 五点半起床 练到七点 这是每天必修的功课 因为学会很难 学会了之后就不能忘记了 不能忘记最好的方法就是 每天练习 别管我身在河主 太极是永远要练的 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可以一起过来切磋一下 一起练习 太极拳是养生的 没有主动攻击的动作 只有防守 太极每天练 强身健体 防身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不要主动惹事情 不要给别人打架 中华的武术博大精深 我每天早晨都在练习 安排经常 问我累不累 我说累一点没有关系 多出点汗 排病的 因为当你有钱的时候 你不一定能买到健康 现在再用健康来换钱 这个真的是不值得 你蹭一千万 一个亿 一百个亿 那个一一倒下 后面铃没用 这是太极的云手 棚驴挤按踩列周靠 这是几个要领动作 重复的练习就可以了 别看动作不多 每天坚持下来可不容易 要有异力 强大的毅力才可以 真的非常抱歉 见笑了 我练的火候还是不行 还得继续练 人家说太极十年不出门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太极拳没有十年二十年功夫 根本就上不到新面 所以说我的功底 还差点 现在我练一下双结棍 双结棍我也练了几年了 但是这都是业余爱好 不是专业的 假如有不足的地方 请大家们多多指点 我的业余爱好 就是运动一下 平常也不去酒吧 不去KTV 不吸烟 不喝酒 一年之际在于春 一天之际在于晨 好了 运动要结束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再见 拜拜 拜拜 再见 安排运动完了就走了 拜拜 拜拜